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迅哥 我剛回家 那 今天這個主題呢 就是大家記得我們上次鳥會不是有帶一隻 那個八哥嘛 不是啦 送養一隻八哥啦 就是被黏書版黏到的那隻 白尾八哥 那我現在把他帶回家 因為過幾天就是要送養出去 那先給大家看一下 好 各位他現在在裡面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直接奔出來 嘿 嗨 你在嗎 唉唷 噴 啊 馬上噴 靠北 好了 各位就是他 唉唷 那稍微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是外來一種八哥 大家可以注意到 他們辯認方法最快的方法 台灣又有一種本土種八哥啊 那台灣八哥的嘴巴是白色 外來一種就是像這種黃色的 有撿到八哥的話 基本上鳥會是不熟啊 但是有的時候 就是 物打物撞還是會進去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撿到八哥的話 可以自己飼養 當寵物其實也不錯啊 好 各位這是他暫時的家啊 可能有點小 不過就先暫時委屈他幾天啊 過幾天他就去那個 領養人家了 好啦 委屈你啦 先這樣吧 不過這籠子應該 供他住個幾天啊 目前看應該是還可以啊 不過我應該會加強他放風的頻率啊 因為這個廁所嘛 大家可以看那麼大間 馬桶蓋一下就可以隨便他跑了 對啊 那 這幾天廁所就歸他啦 他現在已經不會那麼躁動 房屑行 然後 現在就為他吃一點東西 好 現在趕在我面前煮個一兩下 算不錯了 好啊 那就讓他慢慢吃了 他現在 目前已經開始適應環境啦 對啊 但是還是會怕人啦 因為這隻比較野啦 但是這個 食物他已經完全會吃了 應該是現在我在附近的原因啦 所以他就暫時沒有PO 那過幾天他就要去新竹人家了 好啦 乖乖的 好了各位 他今天要去新竹人家啦 那我們就等他的新殘食關過來 希望說他之後可以 跟新世主好好相處 好 那就等等見啦 好了 那個收養人 收養人來啦 我們現在就把他帶下去 好QE 跟你這個一秒以內好友說再見吧 好 然後這個籠子我建議就是一天洗一次這樣 你要負責啊 哈哈 他自己 想養的 然後 然後我有幫他們 他稍微驅蟲啊 就是他現在可能 你剛抓出來他可能會咬人 他可能要一段時間 培養感情 先不要抓好任何 喔沒關係沒關係 都可以啦都可以 怕他 飛走 喔不會不會 我有稍微幫他煎羽毛 就是他比較不會飛那麼高 就是他這樣 煎羽毛就不會 煎羽毛之後 你們培養感情會比較容易 培養感情 你要好好的跟他批養 也很可愛啊 我們在以為黑嚕嚕的 然後就想說 那看他怎麼在我拜拜的 可是看到他覺得蠻好看的 你們喜歡就好 發言很漂亮 嘿QE 我們任務完成囉 好啦 那這任務圓滿成功啊 好那就這樣吧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影片就幫我按讚分享 並且訂閱頻道 我是運哥我們下次見 掰掰